位于南投市的维新圣教义京大学 于日前举行八卦城园区九龙壁的落成典礼 现场有副总统吴敦毅 前副总统吕秀莲 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多位重量级贵宾到场参与 现议会议长何胜峰 副议长潘一泉也特别到场参与圣会 维新圣教及义京大学的创办人浑原禅师 也特别感谢何议长与潘副议长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穿过高耸的南天门 壮观的九龙壁就映入眼帘 副总统吴敦毅表示 今天有100位贵宾齐心协力揭开九龙壁布曼 是非常吉祥的征兆 并以同心协力建设台湾 封条宇顺国泰民安16字 祝贺八卦城园区的落成 福建在南海都有兴许多 跟他相同四面奉献给国家社会 各界的好朋友 我可以参考在南国县 安国文如泰山的八卦城 有了这样一个八卦盛程 而且就有努力 满满卧城 满满整整的100个贵宾 同心情 亲爱 与永远 我觉得这是非常吉祥的 第一章 一京大学九龙壁的落成是地方盛世 吸引许多地方乡亲跟全国信众前来参与 县远林一如也期盼一京大学九龙壁 能够成为地方著名的景观地标 与其他观光景点互相结合 吸引更多观光客前来南投游玩 这次的落成典礼相当圆满成功 一京大学将新建成立 一京风水学院 理工学院 商学院 及人文学院等四个学院 还原禅师也期盼日后 一京与风水能够让更多人窒息了解 让社会更安定和谐 民意新闻秦汉文 南投采访报导 上人掛 fans 上人 证据 琥尔